Costing 你有沒有好有力喔 這樣的感覺 其實她的力量還算蠻強的 大概是這樣的力量 幫我記一下喔 換你的左腳 來用力 你會發現不太一樣 -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 欸! 妳真的很厲害! 超喜歡她! 她是女生都喜歡的型 歡迎Mika! 對! 對! LALA隊啊! 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臉真的很痛苦啊 受傷之類的經驗? 其實有每次練完舞就是會全身痠痛 或是腰特別痠 比如說像健身或跳舞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拉倒 那這都是輕微很正常的現象 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妳剛剛說的 腰痠的部分 妳腰的一個差異度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OK! 開場! 老樣子! 先到牆邊這邊發展一下 不要! 這個一定要拖鞋喔! 沒有拖鞋那個不準 腳跟靠牆然後背靠牆頭靠牆 幫我一隻手掌貼在腰部這個地方 蠻空的對不對? 嗯! 好!妳幫我疊兩隻手 可不可以疊得進去? 可以! 所以是剛好密合兩隻手對吧? 對! 像這個情況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俗稱的前傾 那她前傾是因為我們肌耐力不足 包含前面太近 如果你沒有刻意收肚子 你會變得好像前面突一塊 你會發現她這邊是有點往前的 她雖然她沒有囤積在那邊 可是她的行為在那裡 會比較容易有囤積的問題 可是她已經很瘦了欸 對!瘦跟前傾是兩件事情 喔!所以再瘦的人都會... 妳如果肌肉不夠支撐的話 都會有這個積經絡那些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前傾也會導致妳下腹這個循環不好 甚至復刻的一些狀態可能會比較差 那等一下我會幫妳去調包含教妳們大家 怎麼簡單的訓練 讓她的這個空間基本上是一個手掌 請啪! 厲害! 來!這兩邊的話 目前妳幫我感覺 我這樣壓 會不會有任何不舒服 比如說這邊跟這邊 喔! 有沒有感覺有一邊比較強 右邊 有感覺齁!幫我一個小忙齁 腳幫我抬高 好!等一下我會往下推 妳幫我往上頂 對!一二三走 我好像好有力喔 這樣的感覺 其實她力量還算蠻強的 大概是這樣的力量 幫我記一下齁 好! 換妳的左腳 來!用力! 妳會發現不太一樣 哪一邊比較好使力 沒有!她現在累了 再一次喔!妳要不要推推看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我也覺得耶!因為妳可能會被推走 好!走! 我叫錯!我叫錯挑戰者了 好! 來!我跟妳講齁 公布一下答案 這邊會稍微沒力一點 來!試試看齁 妳有沒有發現我是可以推得動的 喔!嗯! 來!妳看這邊左邊 哪用力 妳可以跟我抗 喔!沒有那麼快被推走 對!因為我手已經在抖啦 所以代表說她的力量是有點 分配有點不均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把妳那個小腹跟妳後面那個背 看看能不能弄好一點 好!可以喔!那把我側身看那邊 應該沒想像中那麼恐怖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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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中那麼恐怖 來! OK!可以啦! 幫我試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妳的腳的力量 請幫我使力 有發現不一樣嗎? 嗯! 妳剛剛覺得妳很強對不對? 對! 妳來試試看 她可能會幫妳頂開 為什麼覺得 好!一二三開始 是不是真的被帶走 對不對! 沒有演吧! 好!我幫妳擋腳 好!我用兩隻 好!一二三 一二三 喔!真的很有力耶! 接下來呢!放鬆 剛剛她臀部是往前 肚子會有 這通常是因為 我們前面的骨石頭肌太緊 她會這樣拉下來 她臀部會被我這樣拉拖下來 太緊的情況之下 就會有點往前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把這邊的肌肉群放鬆 所以你們在家呢 也可以怎麼做 我知道妳要坐床我已經會了 放鬆就是這樣子 欸!欸!好棒! 好棒!妳那個好優勵! 你知道嗎? 她剛剛是那個對腹這樣 哈哈哈哈 我已經看到我都學起來了 那麼呢? 妳要不要見識一下 我看妳按的對不對 好不好? 這到底是用這還是用走 好!我跟妳講 這時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其實這邊呢 我們有牢骨跟齒骨側 就不要拉來 壓在那個牢骨的齒骨 就壓在這邊 手這邊的肉特別多 不然妳也可以用妳的齒骨側 就是我們小拇指這一次 叫齒骨側 這樣 妳這個叫做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力道如果說她沒有感覺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用齒骨側 就是小拇指這一側 齒骨側這一側 齒骨側這一側的這一段 不要用鷹嘴 鷹嘴這邊真的會滿痛 就是稍微這樣壓力 慢慢這樣推 有感覺嗎? 有有有 把她這邊鬆掉之後 就不要讓她一直扯在那邊 我們只是簡單的 先把她肌肉放鬆 幫她們把後面稍微調一下 我們看看這樣效果好不好 妳再幫我站起來看看 好!一樣幫我用妳的左手 直接插進去 空間如何? 一點緊緊的 緊緊的對不對? 所以兩隻手插插看 應該插不進去 很可以 很難要硬硬塞 可是塞了身體就往前跑 對吧? 所以妳看喔 光做這樣就變緊了 她的這個小腹 妳會發現她更... 真的耶! 是不是變瘦了? 肚子應該消掉了吧? 有 很明顯吧? 很明顯 妳想說小腹嗎?現在 所以我想跟大家 教的是一個健康知識 是你們自己身體 其實我們平常都可以看一下 不是說等到痠痛再去做一點太慢 那她有駝背什麼的嗎? 其實她駝背還好 只是說我們如果有前傾的人 她也會看起來像駝背 為什麼? 因為要顧顧彎曲 這邊必須吐出來 所以妳駝背有點像前傾 所以一種是上面駝背 一個是前傾跟上面所複合型的 有時候 不是骨頭喔 是肌肉喔 所以自己在家每天鬆肌肉就瘦瘦了 前提是 妳道理是擠孩子不擠 很多人今天 尤其是你們女性 最在乎就是屁股翹不翹 對 可是我要跟大家破解一個迷思 翹唇就必須犧牲一點 要有一點骨盆尖起來 喔就這樣 這樣就翹唇了 對 那為什麼歐美可以到這個條件 因為歐美他們的身體構造 難免多多少少比亞洲人還要 營養 對比較營養一點 所以他們整體的狀況會比較好 比較飽滿一點 正常他只要把他練起來 他結實了 就有那個臀型 就翹了 所以妳會發現很多華人難練 嗯 為什麼沒什麼鬥啊 因為吃不胖 都堆不到這邊 要嘛就會變狂 要狂的人通常都是久坐 然後重點是他們就沒辦法 就說我嗎 欸我沒有說 沒有 那妳這樣剛剛講完感覺如何 我覺得 這裡真的是蠻在意的耶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自己在家就可以放鬆 蠻不錯的 就學到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多一個 知識到裡面去 因為像外面 我們自己在家裡要怎麼推 其實買一個滾筒都可以滾到 擀麵滾那個 那有一個訣竅是 我們在壓的過程當中 不能出力 妳如果用力的情況之下 這邊肌肉會被鎖住 妳在壓是不是就壓不足全 就是讓他全身放鬆情況之下壓 去把它放鬆掉 對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米卡艾舟 謝謝 謝謝 我們簡單跳個應援舞好不好 好不好 真的非常感謝妳 謝謝 謝謝 然後追蹤她IG在下面 謝謝咪咪 好記得訂閱分享 剛剛在打開你的小鈴鐺 我們還有一些專業知識可以交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